我爸奖励了他一套房 而我却被赶出家门 江苑拿着房产证在我面前得意地摇晃 林月,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 你永远都争不过我 第二天,我含泪搬进了全是最贵地段的独栋别墅 这才是豪门千金的标配 哈哈哈哈 江苑是我爸好朋友的女儿 她从小丧母,十岁时她爸爸在工地出意外死了 我爸妈可怜她,就把她收养 想着我也有个伴 没想到,她竟然想渐渐取代我的位置 将所有一切都占为己有 当然,从小接受优越教育的孩子 会斗不过一个半路进来的白莲花 高考前一天的自习课上 江苑在美团点了喜茶 分给全班美人一杯 还在讲台上大放豪言 等高考结束 我们班的聚会餐我包了 所有人都在台下欢呼吹捧 待到大家渐渐安静时 我前桌的礼方故意大声阴阳 江苑,你也太大方了吧 不像有些人,家里有钱也不舍得 请大家喝几块钱的奶茶 从初中开始 江苑就在学校和我装作不认识 生怕我这一身没名牌LOGO的穿搭 和她沾上关系 我撑着左脸颊 看着这群虚伪的人互相吹捧 江苑把奶茶分到我面前时 还装作好心 林月,你不要在义里方说的话 她这个人心直口快 你体谅一下 我没理她 翻了个白眼 低头拿我的试卷 啪 桌上文如泰山的奶茶莫名 就在地上撒了一地 我还在盯着地上的奶茶猛圈时 江苑已经在身边委屈起来了 林月,如果讨厌我你就说 没必要这样 所有埋头写作业的同学 都闻声移来目光 前桌的李方立马起身到江苑身边 护着她摇摇欲坠的身体 林月,江苑好心给大家买奶茶 你不但不领情 还这样糟蹋别人的心意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这都行 够绿茶 江苑可以直接去电影学院报到了 我看着全班对她都是同情的目光 知道自己再怎么解释都是没用 我瞟了一眼 在讲台顶上的摄像头 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装 既然都觉得是我欺负她 那就去办公室看摄像头 听到摄像头 原本娇若委屈的江苑 立马上前握住我的手 林月,明天就要高考了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你不想道歉就算了吧 冤枉了人,还装无辜 我还没开口 身后就传来低沉嘲讽的男声 我诧异地往后瞟一眼 大脑思绪了好一会儿才想来 她是刚转到我们班的复读生 宁远横 之前都在埋头学习 没怎么注意她 江苑的计谋被人当面戳穿 双眼含泪 咬着唇 宁远横 你别乱说 明明是她 别这么多废话 还要脸的话 就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好后 滚回位置上写作业 别在这里叽叽喳喳 影响我睡觉 宁远横没耐心地打断她的话 这时 班里同学都在焦头接耳 窃窃思语说江苑坏话 江苑恨恨地瞪了我一眼 直接跑回位置上 趴着抽气 嘖嘖嘖 真是可怜哟 哈哈哈哈 活该 李方见到此状 也不敢再嚣张 默默地缩回位置 我捂着嘴低头偷笑 真是投机不成十把米 下午放学回家 江苑就把在学校里 发生的事委婉地告知爸妈 爸爸不分青红皂白 就在餐桌上让我和江苑道歉 月月 你怎么能这样耍脾气呢 快给圆圆道歉 我一抬眼就见到江苑 在爸妈看着我的间隙 露出挑衅的笑 爸爸的目光一转向他 他就装出双眼泛泪的模样 爸爸 可能是快高考了 月月心情不太好 你别怪他了 心情不好个屁 我保送清华 心情天天好 爸爸听到这话 更加觉得是我无理取闹 圆圆 你别替他说话 他就是从小被惯坏了 我平静地放下碗筷 淡淡地回应 爸 我没做错 是江苑颠倒是非 我爸从小对我很严格 因为只有一个女儿 她和妈妈在我的教育上 不容许有一丝过错 总是告诫我不能太任性 不能高调 要谦虚 江苑耍大小姐脾气 高傲 嚣张跋扈 他们永远都不管 要不是他姓江 我姓林 都怀疑 我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了 这次是我第一次这样反驳他 看得出此时的他是忍着火的 月月 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做人不能这样任性的 妈妈到我身边低声劝慰我 自从江苑到我家后 爸妈对他是言听计从 永远都是相信他 这一次 我真的爆发了 自从他进这个家开始 你们每次都听他的一面之词 而我说什么都是错 我说了不是 我就不是我 爸爸终于忍不住 把碗摔在餐桌上 扬起手向我挥来 我咬牙瞪着他 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 他最终还是没下得去手 叹气说叫 月月 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做个大度的人 不要这样斤斤计较 一 喝 大度 我已经够大度了 大度到爸爸妈妈都快成了他的 从他近邻家起 就知道讨好我父母 爸妈在我耳边最多的就是 月月你看圆圆多乖 从来都不让我们操心 月月你要学会独立 圆圆从小没父母 你要包容他一些 圆圆真乖 小小年纪就知道替我们着想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这样的家 有爸妈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他们就知道江苑没父母 要给他父爱母爱 那我就不要吗 让江苑在林家寄生了这么多年 我也该拿回属于我的亲情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 第一次和爸妈闹得这么不愉快 等高考过了再收拾这个小贱人 晚上 我洗完澡躺在床上美美地睡觉 砰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无论是谁 扰了本小节的美梦 就别想从这房间完整地走出去 不用猜 肯定是那件人 今晚爸妈正好去国外出差 他死定了 他嚣张地暴毙站在我前 林月 你不是保送清华了吗 还高考干嘛 装什么啊 你 这人已经彻底把我的耐心磨没了 本来还想让他好好过这几天 但他上赶着来讨打 我就碎了他的院 我伸着懒腰起来 不屑地看他一眼 我呦 真恶心 我就是装啊 有这个资本 为什么不显摆 江苑轻蔑一笑 林月 就算你在努力 爸妈也只会听我的 你在他们心里 就是个被宠坏的女儿 江苑我真不知道 你的脑子里都装了什么 我姓林你姓江 林家迟早都是我的 你现在不讨好我 反而惹我 你的后果会很惨的 江苑最恨的就是自己姓江 之前他多次旁敲侧击 想让爸爸给他改姓林 结果都被爸爸驳回 我爸就算讲义气 也不会傻到 让一个外人和自己女儿抢家产 江苑被我对得发怒 扑上来就想抓我头发 他和爸妈都不知道 初中他去上那些 我早就烂熟一星的艺术课时 我就去学了跆拳道 一一 我侧身闪过 顺手抓住他的长发往后撤 啊 林月你敢打我 我要告诉爸妈 我把他按在地上 迅速扇了他两巴掌 他白皙的脸颊 直接显现我的巴掌印 呵 我可不是苦情剧里的圣母女主 向来只有我打别人 没有别人打我的 除了我爸 依依 既然我没动手的时候 你都说我打你了 那我可不吃亏 你敢 被打在身下还嘴硬 啪 我反手又是一巴掌 这巴掌告诉你 别在老子睡觉的时候 来惹我 江苑在我身下嗷嗷叫 啊 林月 我要杀了你 啪 再给他一巴掌 你今天叫破喉咙爸妈 都不会来救你 直到把他打得求饶 才把他提起 拖到门口一脚踹出去 关门 真爽 对付这种人 就该用武力解决 热身完毕 可以好好睡觉了 早晨 我提早起床洗漱 把需要准备的考试用具 都放进包里 收拾好下楼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江苑竟然起这么早 而且还在厨房 他这种进了我们家以后 五指不沾阳春水的 八年来 第一次破天荒地见到 他在做早餐 我看了一眼窗外 想着要不要带把雨伞 估计老天要下场大雨了 见到我下楼 江苑就带着那张肿胀的笑脸 跑过来靠近我 我嫌弃地往后仰 他的语气也变得温柔不少 月月 我给你做了早餐 吃完我们就一起去考试 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到 我半眯着眼 瞧着桌上这份 精美的西式早餐 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不能吃 他不会是在早餐里 做手脚了吧 江苑见我迟迟没有动餐具 在一旁急切地催我 再不吃就要迟到了 今天还要高考呢 我冷冷地挟视他一眼 他赶紧把他那份吃个精光 我吃完了 这次你放心了吧 我用叉子叉一小节肉肠 江苑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巴布得我立马吃下去 尝到嘴边 我停下动作 这个肠太油 没食欲 不吃了 去学校吧 啪 江苑气得拍桌而起 林月 你别太得寸进尺 我一大早给你做早餐 你敢不吃 看来是没达到他的预期 恼羞成怒了 江苑 你搞清楚 我才是这个家伙真价实的千金 你给我做早餐 是你的荣幸 我拿起牛奶伸到他面前 你敢说 你没在这些食物里动手脚 江苑看着牛奶 气势立马削弱下来 开始摆出他那副委屈绿茶样 月月 刚才是我太激动了 不会表达 其实我是真心真意给你做早餐的 好 既然如此 你把这牛奶喝了 我就不计前嫌 林月 你 江苑面对这杯牛奶竟然害怕地退缩几步 我就知道这件人没安好心 我继续把牛奶伸到他嘴边 他吓得脸色铁青 够了 月月 爸爸怎么回来了 不是出差一周的吗 我看向门口 爸爸似乎是急匆匆赶回来的 连行李都没见到 他走过来把我的牛奶甩到地上 江苑立马躲到他身后 委屈巴巴地掉眼泪 爸 昨晚月月答 肿了我的脸还不解气 今早我为了让他高兴 特意给他做了早餐 月月竟然会觉得我给他下毒 爸爸看到他又红又肿的脸颊 直接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月月 要不是江苑昨晚发朋友圈被我们看到 还不知道你下手这么重 你越来越放肆了 呵 原来是故意这样 让我爸妈看到啊 我可不是憋屈纹里的女主 傻不拉几地 让一个外人压制 江苑你少在爸爸面前装柔弱 你要是没下毒 你就把我这份吃了 简直太能装了 这个贱人 我把他从爸爸身后抓出来 压着他的头对着这盘早餐 他吓得大喊大叫 爸爸 救我 月月 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 就因为我告诉爸爸 你在学校欺负我 你就要这样对我吗 月月 你干什么 在爸爸面前 你都敢这样动手了 我爸把我拉开 手掌向我挥来 大小姐 你们先别闹了 今天还要高考 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家里的司机李叔及时出现 爸爸的手才停在半空 他怒目圆睁地看着我 又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月月 等你高考完了 就从这个家搬出去 你需要到外面去磨练磨练 你实在是太任性 太无理取闹了 我没有争辩 只是对爸爸的偏心 实在失望 我拿起包 静止走出门 高考完后 我把自己的所有衣物打包 叫了搬家公司 我绝不会赖在这个家一秒 江苑只高气扬地来到我房间 他手里拿着房产证 在我面前得意地摇晃 林月 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 你永远都争不过我 爸爸说 无论我考不考得上大学 以后都会给我安排好一切 这个房子是他送我的成人礼物 我假装哭丧着脸走近他 江苑 你真幸福 我什么也没有 就算保送清华又有什么用 江苑以为我真的被他的计谋打击到了 他得意地靠近我耳边 月月 虽然你没有得到任何奖励 但你也保送清华了呀 你到大学可以租房子住啊 哈哈 看着他小人都这样子 要是他知道自己的这套房子 本来就是他亲爸给他留的估计 会暴跳如雷 高考的前一个月 我无意间听到爸妈在书房里 说这套房子的事 这套房子是江苑他爸爸 在工地拼了命攒下钱 给他全款买的 临死前把这房产证放在我爸这里 等到他18岁后再给他 虽然地段不是很好 但他亲爹却是很爱他 为他打算好后路才厌弃 没想到江苑这么没良心 为了自己能成为豪门千金 连自己的信都不想要 而且他的亲爸爸是不能提起的禁忌 他只承认自己是林家大小姐的身份 他爸爸那个工人身份 只会让他觉得羞耻 我看着他这样子 只觉得可笑 不想再和他废话 我要搬到我的大别墅去咯 爷爷知道我被赶出来后 立马把在市里地段最贵的别墅送给我 他说我上清华市光宗耀祖 这只是冰山一角 以后林家的产业都是我的 一到别墅 庸人们都排成一列迎接我 这个 有点太夸张了吧 我一般不是很喜欢这样高调的出场方式 但是 谁叫我家有钱呢 拒绝不了啊 哈哈 欢迎大小姐回家 一列庸人的镜头 站着一位头发花白 穿着西装 笑得和蔼的小老头 就是我爷爷了 我直接甩掉行李 朝他奔去 爷爷 哎呦我的乖孙女儿 好像又长高了 我嘟着嘴 气 我们上星期才刚见面 哪有变化这么快 爷爷笑哈哈地拉我进门 这别墅很大 里面的装修风格是中西结合 庄严豪华 爷爷先带着我到凉亭坐着 让庸人上了一些我爱吃的糕点 我好久都没吃到这些糕点了 还是爷爷最疼我 心里暖暖的 我狼吞虎咽的吃了好几块 爷爷见到此状 皱起眉头 是不是在你爸妈那里受委屈了 告诉爷爷 爷爷揍你爸去 我把茶一饮而下 憋着嘴 学江苑双眼泛泪 扑到爷爷怀里 爷爷他们都欺负我 我把事情经过都一五一时的 说给爷爷听 爷爷听后 愤怒地砸下茶杯 好 你个邻国风 自己的亲女儿你不疼 帮着外人欺负亲女儿 我在一旁哭哭啼啼 偷偷看了一眼 爷爷的神情 看来有人要到大霉了 爷爷心疼地安抚我 我的乖孙 他们不疼你 爷爷疼你 明天爷爷给你风风光光地办个升学宴 我乖乖地点头 含泪抓一块糕点塞进嘴里 爷爷决定要在这园林别墅里 办我的升学宴 他把生意上的伙伴 还有交好的朋友 亲戚都邀请参加 这别墅很大 前院的花园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后院做了中式风格的园林 今天我从200平米的大床上醒来 打开一望无际的衣帽间 咳咳 开玩笑的 夸张手法 我醒来就听到楼下吵吵闹闹的 打开窗 看到所有庸人都在楼下忙着今晚的宴席 一想到今晚 将院看到 我是这栋别墅的主人的表情 我就忍不住暗喜 我拿起一套裙子 觉得太过于高调 挑了一件简单的碎花裙 我对着镜子摆弄 还是这样看着舒服 随意扎个丸子头 拿上手提包 之前在美容院的卡里还有钱 去享受一下 这家美容院是贵妇们常常光顾的店 因此在室内很出名 一些有钱的大小姐也会慕名而来 上次也是我妈带着我和江苑来过一次 还给我们俩个办了张卡 在里面充了一些钱 我倒是不怎么来 江苑来的可就多了 反正卡里没钱了 和我妈撒撒娇 我妈就会给她冲好 真是吃我家的用我家的 还想踩在我头上 取而代之 刚进门 里面的服务员就热情地上了地水 安排位置坐着 林小姐 请问今天要做什么项目呢 我翻着他们的项目表 哎呦喂这是谁啊 怎么舍得来这高档的美容院消费了 我一抬眼 就看到李芳和江苑从楼上慢悠悠地下来 李芳高昂的声音响彻一楼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们俩 二人只高气昂地走到我面前 李芳面容刁钻脚狭 一看就是嚣张霸道的人 江苑则是一副小白花的样子 一般人都会觉得他才是受害者 我合上项目表 笑着面对他们俩 这么巧 你们也来做美容 江苑拱尖缩背地躲在李芳身后点头 好似一副我要吃了他的样子 真能装 绿茶表 李芳见到江苑这副样子 还以为我又私下欺负他 上前一步挡在江苑前头 眼神很利地警告我 林月 你别以为江苑是乖乖女就任由你欺负 你敢动他 就掀过我这一关 我被他的自信笑道 我起身 一眼看到他脖子上熟悉的项链 这条项链是江苑生日时 他亲爹送的便宜货 也是他爸爸除了那套房子唯一的遗物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厌弃 还随手送给别人 他从来都不带 只喜欢带我爸妈送他的各种名牌项链手链 我伸手触碰他胸前的项链 李芳立马往后退好几步 生怕我碰坏了 你干嘛 这条项链碰坏了你可是有钱也赔不起 我被他这天真的话 不禁地吃笑出声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就这条死人送的项链 我可不敢乱碰 我嫌弃地擦擦手 李芳听到死人脸色瞬间变得轻 有些怀疑地看了江苑一眼 江苑心虚地斥责我 声音微颤 林月 你 你说话太过分了 这句话绝对是他为了保持柔弱小白花的人设 扯出来的 最大尺度 若是没旁人 不知道能骂得多厉害 我今天就要在这众目睽睽下 拆穿他的人设 看他以后还怎么装 江苑 你把你亲爹送的遗物 就这样送给别人 你礼貌吗 美容院众人都低声惊呼后 对他指指点点 一着女的怎么这样 对啊 心肠好毒 好能装 真是看不出来啊 果然人不能看表面 里面不知道有多黑 江苑见到众人反应 还有面对李方不可置信的眼神 着急忙慌地上来推我一把 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瞪得滚圆的双眼充盈着愤怒的泪水 林月你为什么要这样乱说 我爸爸是伟风集团总经理 你诅咒我爸爸 我要打死你 他跑上前拳头弱弱地捶我 自己却摔倒在地 装得楚楚可怜 我可是一点没动 他自己就坐在地上了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这副哭闹的样子 江苑 你就别再装了 你爸在工地上死了 你说的总经理是我爸 你在我家白吃白喝了八年 你拼命在我爸妈面前乖巧听话 不就是害怕被赶出家门吗 我就不一样 我是货真价实的豪门千金 我再怎么任性都不用害怕 林月没想到 从不在外人面前提起家事的我 今天会这样说出来 李方大声地质问江苑 江苑 他说的是真的吗 江苑垂死挣扎 抓着李方的裙脚 你别听他胡说 我才是真的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不下去 直接拆穿他 小妹妹 你怎么能说谎呢 林太太经常来我们店里消费 说你是他们家的养女哦 再说了 你姓江 不姓林 依依 现在有了人证 李方看着江苑的眼神变得鄙夷 李方把他的手拉开 把脖子上的项链扯出 甩在江苑脸上 我真是瞎了眼 把你当朋友 李方自己被人利用哄骗 还在这种地方出了阳相 愤愤地夺门而出 江苑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借机追出门去 我笑着看两人跑远 安心坐回沙发 拿起项目表继续阅览 什么档次也想和我在同一家做美容 回到别墅 已经是四点半 爷爷让女佣赶紧帮我换上裙子 是我喜欢的抹胸粉色礼裙 没有花里胡哨的点缀 简简单单的一条鱼尾裙 很符合我的风格 还是爷爷懂我 等到牢下的客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爷爷上来领着我下去见宾客 也借此机会 让这些生意上的合作方 都认识认识我 刚下到一楼 就看到江苑挽着我爸的手臂 和各个亲朋好友寒暄互捧 国风啊 这是月月吧 都长这么大了 这位在问的是我爷爷堂兄的儿子 他在外地定居 记得上次见他的时候 我才九岁 那时候江苑还没进我家 江苑在一旁听到此话 灿烂的笑容瞬间沉了几分 我爸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样子 继续和对方说话 没有 这是圆圆 他 对面的堂叔一副明白了的样子 哦我知道了 二胎 无语 我这堂叔的眼神也是有点问题 难道我十岁以后 有的二胎现在不应该只有七八岁的样子吗 江苑这鬼样子也不像七八岁小孩吧 哦 对了 他只有 156 不过 八岁小孩也不像吧 听到说二胎 江苑的脸更难看了 我故意带着爷爷往他们的方向走去 堂叔还没等我爸说完江苑的身事 见到我和爷爷走过来 立马过来敬酒 堂叔 这么些年不见 你可比我爸的身体硬朗多了 你啊 也不带你爸来看看我 我们这一代 就我和你爸两个老骨头还活着了 哈哈哈哈下个月小孩放假 再带他一起来看你 堂叔斜着脑袋做鬼脸看我 像小时候 一样逗我 这是月月吧 我十句的上前叫了声 堂叔 堂叔醋眉困惑 手指转向至江苑 你妹妹和你长得不像 爷爷一巴掌重重地打他的背 你小子喝醉了 月月是独生女 我们家族的荣耀 保送清华 爷爷不屑地看了一眼江苑 那是国风从外面领养回来的 不是我们邻家的孩子 堂叔看懂爷爷的心思 意味深长地嗷了一声 我爸拉着江苑过来 正式介绍 是啊 月月他爸是我好兄弟 意外去世后把孩子交给我照顾 江苑此时的脸色煞青 勉强挤出笑容 小声地叫 堂叔 爷爷 爷爷立马严肃拒绝他的称谓 等一下 我不是你爷爷 你可不能乱认 然后又对着我露出宠溺的笑脸 月月才是我的乖孙儿 还给林家争光长脸 江苑紧抓裙摆的手微颤 脸上的笑容也僵着 我在大家面前假意劝慰爷爷大度 爷爷 圆圆其实在我们家待了这么久 也算是姓林了 您别计较这些了 亲戚好友都在一旁夸我时大体 懂事 我爸看着我的眼神 变得欣慰 爸 月月说得对 您别这样 都是一家人 爷爷愤怒地把手杖垂地 国风 你自己的女儿你不疼 送给外人一套房就算了 还把我的宝贝孙女儿赶出门 要不是我把这栋别墅送给他 你要让你的亲生女儿露宿街头吗 我爸和江苑听到这栋别墅 是我的时候 二人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 我爸是觉得 爷爷已经把我灌得无法无天 江苑则是不甘心 极度 爸 你怎么能这样 我就是想让他成长 才让他出去自力更生 而且 那套房子本来就是 圆圆爸爸临死前 让我替他保管的 江苑听到这套房 不是爸爸送的 眼底闪过一瞬愤恨 但他调整状态极快 立马换成一副憋屈的流泪样子 爷爷 你如果不喜欢我 我立马就离开 不会扰到你和月月的眼睛 他的声音还故意加大 引来众人的目光 见到大家 对我和爷爷 都没有任何闲言碎语 他就要假惺惺地哭着离开 我爸拉住他 江苑是算准了我爸 会护他周全 爸 圆圆父母已经不在了 他一个小女孩孤零零的 你就不能接受他吗 这样月月也有个姐妹 你也多个孙女不好吗 一些亲戚也上来 劝我爸别闹得太难看 我爸却是一身反骨 非要护这小妖精到底 他觉得所有人都对江苑有误会 爷爷 再次把我告诉他的事情 搬上来斥责江苑 江苑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清楚 小小年纪就学会 做这种陷害别人的事 想必你以后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江苑被爷爷的这句话刺痛 自己的诡计 在爷爷这里不受用 直接哭着爆发 爷爷 您怎么这么过分 林月他和你说的根本不是实情 整天就欺负我 打我 我作证 是你诬陷林月 一个脾帅的男生 从人群中走出来 宁远恒 他怎么会在我的升学宴上 宁远恒上来就指证 上次在学校里是江苑把奶茶推到地上 还说他在学校张扬跋扈 总自称是伟丰集团的千金 我爸最不喜欢这样高调形式的人 一下子对江苑满眼失望 江苑这次被扒得干干净净 颜面无存 嘴上却还死将 我已经够忍让了 到底还要我怎样 你们非要把我逼上绝路吗 既然这样 我不想活了 说完他就往桌子一撞 装晕过去 又来 头上都没出血也没怎么样 我赶紧拉着我爸 假装大声叫着 爸 赶紧叫救护车呀 再晚点他的伤口就要愈合了 赶紧去医院缝几时针 我爸对他有些烦 打电话叫李叔把他拖走 送他去医院 所有亲戚朋友都看在眼里 看清江苑是个心机表 这场闹剧过后 我向您远横进了杯酒 表示感谢 随后我和爷爷相视一笑 继续我的升学宴 升学宴结束后的几天 我爸又出差了 爸爸还是念在他亲爸的面上 继续留他 只是不会再给他提供零花钱 让他自己想办法 家里的保姆情仪给我打电话说 江苑这几天在发疯 自己待在房间里砸东西 大叫要报复 秦姨受不了 想辞职 秦姨还在电话里 悄悄告诉了我一个今天的大秘密 听完 我先用三倍工资稳住秦姨 让她继续盯着江苑的一举一动 然后向我汇报 现在江苑恨透了我 她肯定会苟急跳墙 想办法害我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我爸的助理 得知她和妈妈三天后回到A市 我挂断电话 拿上包包就去我爸家 今天 就让我来伺候这位脾气暴躁的大小姐 刚到家门口 就听到二楼传来砸东西的声音 伴随着江苑嘶哑的吼叫声 凭什么 这一切就应该是我的 我乖巧听话 那里比不上那件人 这人怕不是疯了吧 房间里的东西还没被她砸完啊 我按下门铃 秦姨打开门见到我 激动地把我拉进家里 她无奈地叹气 大小姐 你听 这几天一醒来就这样 我每天只敢把饭菜小心地放在门口外 就怕她打我 我安抚她 让她放心 我上楼来到江苑的房门外 里面就像是精神病人在狂吼 打开门 江苑的声音立即止住 房间一片狼藉 关着窗帘 关着灯 她捧头垢面 好似一个在深山野林的野人 和之前的清纯模样 判若两人 我是叹性地叫她名字 看她是不是真的疯了 江苑 她转身 一双充满怨气的眼睛死死定 听着我 贱人 你还敢来 你让我一次次在大家面前出球 你很开心吧 看来还是清醒的 没风 这是我家 我怎么不敢来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认不清身份造成的 与我无关 她双眼心红 大喊着要杀了我 猛地扑上来就要掐我的脖子 但我反应快 躲过了她又长又尖的美甲 我直接抓住她的手腕往她背后折 江苑痴痛地挣扎着 但她的力气没我大 挣脱不了 林月 我要杀了你 只要我没死 你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把她转过来 一巴掌甩她脸上 杀我 也要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她摔坐在地 愤恨的神情是一点也不收敛 此时 手机响起 我拿起接听 爷爷 这几天就不用派保镖跟着我了 我不喜欢太张扬 嗯 就这样 江苑听完我的通话 眼底闪过一丝脚霞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拉起我的手 语气低下地向我道歉 月月 对不起 我这几天心情不好 刚才是我太冲动 让你生气了 呵 鱼上钩了 这两天 我都故意一个人出门逛街 看电影 本以为会有人跟踪 对我下手 却发现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直到第三天 我和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到凌晨 其实我没喝醉 只是做了个假象 这次我能感受到 有人跟着我 这时候的街上已经没什么人 我假装摇摇晃晃地 扶着路边的树走着 身后传来 稀稀苏苏的脚步声 似乎有好几个人 突然一个长相猥琐的男人 从身后揽住我的腰 言语间满是调戏 小妹妹 大晚上的一个人呢 我假装体力不支地推她 另一个又从我的左边 扶着我的肩膀 要不和我们几个哥哥一起回家玩玩 放开我 大哥 这妞看起来白白嫩嫩的 好像还是个厨 那正好 哥几个今天不仅有钱拿 还能泡个厨 哈哈 还没等我出手 前面一辆轿车车灯直闪 灯光强烈 几个流氓冲上去破口大骂 你TM没看到有人啊 开个破奔驰 闲摆什么 上去的那个人突然就没声了 车上下来一对夫妇走近后 我才看清 是爸爸妈妈 我妈妈脱下外套 赶紧把我抱住 我爸气得立马叫保镖 把那几个碰过我身体的手给砍了 我故意大声叫喊 好似受了刺激一般 啊 爸爸妈妈 我好害怕 他们 呜呜呜我不想活了 那几个流氓被保镖打得哭爹喊娘 最后受不了土露实情 别打了 各位大哥 我们也只是拿钱办事啊 我爸听到这 更加气愤 爸爸在生意上都是和气生财 而且他从不高调 想不通究竟是谁要这样毁他女儿 他俯身听那几个流氓 说出幕后主使 只见他眼底不满怒火 手指捏紧了拳头 把这几个一起给我带回林家 今晚我要清理门户 我在妈妈的怀抱里瑟瑟发抖 像支寿金的小鹿 妈妈心疼地俯着我的背 月月 都怪妈妈没保护好你 对不起 爸妈带着我回了家 一进门 就看到江苑悠哉地坐在沙发上吃水果 刷具 见到爸妈 他立刻放下水果 乖巧地替我妈拿过行李 此时 他还没发现我爸妈的脸色极差 嘴上还甜得很 爸妈 你们这几天出差累着了吧 我 啪 我妈一巴掌重重地摔他脸上 江苑捂着脸 咬着下唇 在一边猛了几秒 江苑 我真是白疼你 把你养得这么不知轻重 他抬起头 又是那副表情 妈 你们 怎么突然这样 这时候 我从爸妈身后缓缓走出来 江苑见到我 震惊地指着我 你不是 我不是被你找人轮奸了 对吗 我接过他的话 见到我安然无恙 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又落空了 在一旁 依旧满脸无愧地站着 我爸愤恨地把江苑拽到他面前 又是一巴掌 江苑 你对月月到底有多大的恨 要找人这样毁他明洁 你真恶毒 江苑依旧不肯承认自己做这件事 爸妈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有做这样的事啊 他过来跪在我面前装受害者 月月 我给你跪下了 你别再这样害我了行吗 你放过我吧 江苑还真是能扯 我对他这演技真的是很佩服 见到他如此嘴硬 我爸就让人把那几个流氓拉出来对证 那几个人被打低鼻青脸肿 一见到江苑马上就只认识他 就是他 他给了我们哥几个五万块 还带着我们跟踪了这妹妹几天 今天才动手的 是是是 就是他 话成灰我都认得 江苑面对这几个人的指认还不肯认罪 继续哭着卖惨 你们 你们是谁 我和你们没有仇 为什么要害我 然后又过来扯着我爸的裤腿 拼命撇清关系 爸 真的不是我 他们一定是被谁指使的 我爸这次并没有被他的话左右 一脚把他踢开 林总 我有 有件事想和你说 家里的保姆轻衣拿着一份文件过来 递到我爸手里 上次我见江小姐给大小姐做早餐时放了一些东西 觉得不对劲 那天把洒在地上的牛奶拿去给我在医院的侄子检测 说到这 秦仪停顿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江苑 继续说 检测出老鼠药的剂量很大 听完 爸爸和妈妈恨不得把江苑生吞活寡 如果是古代 江苑会死得很惨 江苑身子瘫软 坐在地上自嘲地笑出声 我妈气愤地上去给她两耳光 你还笑得出来 你这是要杀人 你怎么会这么恶毒 妈妈哭着回来紧紧抱着我 月月 妈妈差点就害死你了 过去竟然听了这恶人的话 误会你 我爸也过来俯着我的背 月月 以前是爸爸错怪你了 对不起 以后爸爸会好好补偿你 我装得很感动 乖乖点头 其实那份检测 是我让在医院的表哥测验的 上次去高考后 我在路上给秦仪发信息 让她帮我把那盘食物和牛奶妆好留着 我以为江苑只是放了解药这些小药 没想到她比我想象的更恶毒 会想置我于死地 之后 我就产生了一定要让她彻底在我爸妈面前翻不了身的想法 江苑坐在地上笑出声 还愤恨地指着我父母 把所有事情推到我父母的身上 你们把我收养 又不肯一视同仁 凭什么林月她什么都有 而我就像一条狗 只有让你们开心了 我才能在这个家里活下去 我都是让林月逼的 你这个贱人 我爸妈听到她这番言论 满眼失望 觉得她是一只胃不保的狼 永远不会有感恩之心 既然如此 我只好把这最后的大秘密公开 让我爸妈知道 她不是来到我们家以后 才这样恶毒 而是在她十岁前就杀过人 我走到她面前 冷眼看她 江苑也还是一副贱模样 眼神挑衅 她内心的恶在此刻 统统显示 在脸上 让人看了就想打 江苑 你要不要说说 你亲爸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呢 听到这句话 江苑亲密地笑江柱 她果然最害怕这件事 我让李叔把人带上来 江苑见到这女人 吓得往后退缩 这个女人是江苑亲爸的情人 她这些年一直为江苑守着这个秘密 也用这个秘密问江苑索要了不少钱财 江苑 你认得她吗 江苑装疯卖傻 捂着脑袋 我不认识她 宁愿你又想找什么人来害我 我走到那女人身边 她倒是识识悟 就这小贱人 心狠得很 十岁那年在她爸的安全绳坐手脚 让她爸摔死 她成了孤儿 你们夫妇一定会看在 和她爸爸救过林总份上会收养她 之前她爸开玩笑说过 如果自己不幸离世 就求林总帮她照顾女儿 没想到这死丫头听了进去 就开始策划怎样杀自己老爸 我爸妈听完后 倒吸一口凉气 我妈捂着嘴 满眼震惊 我爸则是失望地转身 为她爸爸感到不值得 江苑此刻笑得更猖狂 眼神很利 她迅速起身 从茶几上拿起水果刀 向她爸爸的情人刺去 她满手鲜血 脸上却笑得面不扭曲 我终于把你也解决了 她转脸看向我们 情依下得大惊失色 被绑在一旁的几个流氓 也吓得满地爬 在她即将冲过来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爸叫了保镖 他们进来直接把江苑按在地上 最后把她送到警局 等待警方处理 通过这件事后 爸妈对我不再像之前那样严格 我爸叫我搬回家里来住 我拒绝了 毕竟谁不想住在大别墅里啊 哈哈 一个星期后 我买了一束花去看望那位被刺的女人 来到病房 看到她能吃能喝 好像这刀伤也没这么严重吗 她见到我 漫不经心地上下打量 见我只拿了束花 嘴里抱怨 来看病人 就买些不能吃的有什么用 这么有钱还抠 我把花放在柜子上 钱我已经打到你卡上了 拿着这些钱有多远滚多远 她把手里的香蕉放在花上 挑着牙 怪不得江苑那丫头斗不过你 你也是个狠人 我轻笑一声 用手故意压着她的伤口 她痛得表情扭曲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的手段 那就好好的离开 她痛苦地点点头 江苑最后 已故意伤人杀人被判刑 她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 九月 我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开始 爷爷又给我在北京买套房 方便我上学 这次和我一起去的还有 宁远恒 我对她的印象 只有升学宴和高考前一天 觉得她是个不爱学习 喜欢睡觉 又皮皮的男生 她长得不错 在人群中都会成为焦点 但我没想到的是 她这样散漫 竟然也考上了清华 还和我在同一个戏 爷爷还安排她 暂时和我住一套房 爷爷想拉红线的心思 也太急切了吧 也不怕孤男寡女的 她把我给吃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宁远恒早有预谋 她先把爷爷给搞定了 最后联合爷爷来攻略我 同住的前一晚 我俩一起庆祝 我问她 宁远恒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我的 宁远恒鸣一口红酒 笑着说 从你刚上高中的时候 从你在学校门口的墙边 帮我打跑那几个流氓开始 一段记忆忽然涌上脑海 原来是她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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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